数据统计以及计算方法对比女团,文章末尾放女团品牌价值榜TOP10,欢迎阅读!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TOP10!StrayKiss! 恭喜麋鹿弟弟们终于上榜啦!表示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酱油瓶家的男团再次崛起真的不要太困难!一贯火女团不火男团让酱油瓶被外界戏称为阴城阳衰,好像从2pm之后酱油瓶在男团的发展道路上就一点也不顺了! 小稿鸡虽然个人非常喜欢但还是要承认在韩国他们的确不算是大爆的男团,虽然人气一直处于上升期但还是海外人气远远大于韩国,当然这和公司的策划有关但不管怎么说,人气的确是没有达到师兄弟的高度,所以能够在榜单上看到尼鹿弟弟们真的太开心了! Top 9 BTOB 兔比作为一个三代团能够成绩如此亮眼也真的是非常亮眼了!当年一众三代团真的赶上了ISU! 大爆导致出道一直不顺,这么多年兔比团终于是人气渐渐上来了,才开始真的是只知道陆星才一个人,后来慢慢通过南韩四大独团对兔比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果然独团这种称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称得起的! Top 8 Icon Icon也上榜拉恭喜! 每一次旁点到Icon在的榜单总要感慨一遍金寒冰的言和创作能力,真的太喜欢金寒冰了! 长相声音统统都是取向狙击,真的当年练习生时期被金寒冰一个校圈的死死的!怎么会有笑起来这么好看的男孩子! 表示歌都超好听的!给金制作人打call! Top 7 Seventeen 小时期的人气真不如忽视啊,感觉现在他们还欠一把火后人气就妥妥的一线了! 现在韩语圈除了双蛋挽下来就是小时期了,人气是真的高! 在日本出道的成绩也非常好!